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啊 呃当然呢也跟大家的最终的这个移民也有一些关系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呃首先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那个 随身签好像开启了 当然了呃又出了什么幺蛾子呢 就是这个公安部及家属被美制裁了啊 他们想申请签证变困难了 然后呢是成都那边呢 呃49中这个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里面主要不是为了这个评论这个事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事 而且都知道什么前因后果 还有各种啊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是为了中共的哪个高官或者是什么人的一个赵家的器官移植呢 还是说只是啊什么移民啊 不是移民的是留学名额的这个这个这个争夺呢啊 这个事啊 我们待会来说一下啊 但是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说 然后就是这个关于文革啊 文革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 到底现在会不会出现文革啊 我们上一期呢上呃 讲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现在这个从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 似乎很多的朋友都比较着急了啊 文革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文革的土壤还还真的这个越来越 接近以前的那种状态了 那到底这个普通人该怎么去应对啊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首先呢就是这个学生签的开启啊 学生签这一块呢啊 我在之前应该给大家说过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 就是啊 美国领馆的这个学生签 已经正常启动了 但是呢旅游签没有啊 那么这个学生签和旅游签区别对待 这个说明呢 还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 那么按照以前啊 或者说按照这个中共的他自己的宣传对吧 他说哎我的这个疫情已经快结束了 哎我基本上没有了 那为什么啊 美国政府他并没有开启这个旅游签呢 对吧 这个很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些中共的这个故意 就是说他可能在这方面也搞了一些这个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啊 他很有可能就是故意不让这个美国领馆把这个旅游签正常开启 为什么呢 他就是担心韭菜们跑出去啊 对不对 而学生签那是没有办法 而且学生签这个对中共还是有利的 学生签为什么呢 他趁机可以送很多的间谍出去啊 对吧 这个偷技术啊 偷各种东西 对不对 你说这个旅游签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对吧呃基本上来说对中共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啊 就是呃 奴隶韭菜都把外汇啊撒到海外去了 这个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些原因 当然关于学生签怎么去申请 然后很多朋友也打算走这条路啊 说什么原学校啊 我后面呢 可能会再专门做一个视频讲这个 而且很多朋友还关于这个什么签证的这个申请流程啊啊 怎么样的这个很多的细节都不太清楚啊 呃我到时候 呃有空的话把所有的这个资料汇总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呃详细的讲一讲这个学生签这一块啊 今天呢不是重点讲这个啊 只是跟大家说一声啊 学生签已经开启了 当然我记得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公安部被这个美国制裁啊 这个制裁呢 也是在学生签证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啊 这个说的是啥事呢 就是就是现在呢 以前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拒签的话是214B 214B214B呢 对应呢 就是一个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说 呃呃一般的就是你你在国国内的这个这个约束力不足嘛 就是大概总统的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他这个具体原因每个人啊 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吧 反正就是签证官一句话啊 大部分的拒签都是214B 但是现在呢 出了一个新的啊 这个这个新的呢 是243D 来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说的是什么 说本信函通知今天无法为你办理签证 你的签证因为移民与国际法案 第243D条而 暂时停发签证 美美利监合众国国土安全部长已通知国务卿 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会无端拖延接收 已经收到美国最终低解令的中国公民啊 然后署名国民和著名国务卿 因而下令美国驻华领事馆暂停颁发BBR BBR F1 F2 J1 J2签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包括出入境管理局副主席长或同等级别以上的官员 其配偶和21周岁以下已婚或未婚子女 以及国家监察委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县运人员 其配偶和30周岁以下子女 嗯 鉴于国务卿的指示 暂停签发你的签证 申请人不得申诉 且签证申请费不为退还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说这个原因实际上说得很清楚啊 主要就是什么中共他拒绝和无端拖延接受 已经收到美国最终低解令的中国公民署名和国民或著名 嗯 我看到这一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喜还是该忧啊 对吧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也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怕被低解回去 对不对 就是如果因为黑在这里啊 结局还是好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这个受限制的是中共的这样这样的一些赵家的一些人啊 或者是总而言真是呃一些公务员啊 这个是大家最痛恨的一些一群人啊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嘛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嘛对不对 所以的他们被拒签啊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这个这个基本上来说减少大家对吧 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呃一方面的也也减少了这个赵家人和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呃公务员他们的这个名额吧 这样大家的机会可能会也会更多一点啊 这个是一个好事啊 但是我之前以为说是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啊 因为因为什么而那个好 刚才说到呢 这个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 对于普通老本性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啊 但是呢最近这个各种灾难也很多呀啊 这个是这个不是天灾 这个是人祸啊 这个成都四十九中的事件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了 对吧 这个事件呢 这个受害人的这个父母呢 他们也发消息说啊 这个自己从也知道这个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啊 结果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说啊 我从来没有听出这样的事情 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 就会哭嘴喊娘啊 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人说呀 这个什么 这个世界上啊 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不公的摄像头 你对别人遭受的不公而视而不见 你遭受不公时摄像头也会对你自动失灵 这就是因果啊 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普通老百姓在中共的这种顺化下面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啊 又愚昧又自私啊 最后就是一盘散沙 不可能对中共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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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统治产生任何的威胁啊 这个是中共最显文乐见的一个事啊 当然我们也不去探究说 这个到底他的这个是因为啊 抢占这个出国名额呢 还是因为器官移植呢 还是什么 总而言之呢 中共啊 他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他他只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最终都是掩盖 他们只要是说老百姓出事了啊 他摄像头都失灵了啊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这个 有人也有人说啊 这个在在国内啊 真的是啊 这个这个孩子都是久在奴隶啊 这个有一个很具名的一个画面啊 这个大家经常在看到的啊 就什么 这个好像是个电影里面的 我们附生 我们还没有孩子啊 然后下面就是说 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 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那真的是 真的是 不仅仅是奴隶的问题 那真的是 这个孩子的安全啊 这真的是各种 这叫什么 呃 生的计划 死的随机啊 死的随机 这个简直是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当然了 呃 这个事呢 他的这个事件的始末呢 呃 通过我们的了解 发现 为什么这个事情 最后被大家知道的呢 还因还是因为啊 这个呃 出事人的 这个当事人的 这个不管是父母 还是亲属吧 他们他们有人会翻墙 他们会翻墙 所以翻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啊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翻墙啊 他们在国内啊 就是什么微博啊 各种渠道发的消息呢 全部都被封锁了 被删掉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根本就发不出 也就是说你稍微出了一点事 你连发出来就发不了啊 这个就是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是翻墙很重要呢 啊 为什么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教你们的亲朋好友怎么去翻墙的 这个是个最基本的 你哪怕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最基本的权益啊 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啊 这个这个 成都四九中的这个事件啊 就是前后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他们最终是因为在那个什么 因 因斯川 因斯川 啊 那个什么 ig啊 就是Facebook的下属的一个公司的那个ig啊 我我没用过那个东西啊 包括脸书我也不用了啊 推特我也也也也没用了啊 基本上来说我我呃 我发了几个帖子啊 主要就是为了宣传 不要用它 不要用它 然后呢宣传 嗯 基本上我现在很少用这个啊 当然当然很多人也喜欢用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至少啊 你这个国内的信息渠道被封锁的时候 你用那个ig什么的 你还能够发声啊 发声了之后呢 在海外引起关注了之后呢 哎 他又出口转内销了啊 最终在国内形成的热点 也就相当于樊墙 那你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啊 也是一个呃 维护自己传逸的一个通道啊 虽然说这这这个能不能维护自己传逸啊 谁也不知道 但是呃 出了什么事 更多人知道 总是一件好的事情啊 对不对 这个就相当于说给你壮壮胆吧 也算是一个好的事吧 啊 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就太悲惨了 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个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呀 这个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我觉得 恐怕逃离才是唯一的选择啊 要不然 生的 在国内就是炉地韭菜啊 这个也是没有选择啊 要不就只能逃离啊 要不然这个真的是深的计划死得随机了 当然啊 这种也不是说都是普通人就知道 是像这些 呵呵 为赵家工作的狗啊 还有包括赵家人 他们都知道 对吧 谴责美国反美式工作啊 啊 然后呢 像像这个 像这个最最会说谎的 这个什么 华春莹啊 送女儿去美国留学啊 美国买房给女儿住啊 这个这个这个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 这个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了啊 多得很啊 这种人多得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说话的时候都说得很漂亮啊 气氛点音的 但是呢 你看他们做的事儿的吧 他们都知道要往美国跑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不用去听一些什么五毛小粉红的这样的一些言论的啊 直接看这些赵家和赵家的狗 他们往哪儿跑 对不对 他们的家属啊往哪儿跑 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了 很多人也比较担心啊 这个文革啊 可能离我们不远了啊 我在前面也说了啊 这个习近平倒是很想发文 这个这个 开就是再搞一次文革的啊 这个对他本人的这个权利是有帮助的 但是最终能不能搞成啊 谁也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啊 这个不仅仅是他本人啊 这个氛围都起来了啊 甚至有一些这个移民广告的出现这种啊 这什么呀 这是你的上一代 也是你的下一代 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孩 他就是跟我们这上一代的这个父辈们 他们经历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都是什么毛主席万岁啊 就是那个腊肉啊 毛毛 然后天天还穿一些什么红砖装啊 这个很多朋友也在网上赛出来 哎呀 这个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小孩子穿什么红砖 砖砖砖服 然后呢 搞各种这种这种洗脑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从上到下啊 全都是这样啊 然后呢 还不仅仅是这个这个小孩的问题啊 我们从这个统计上来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啊 就是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这个绍山啊 从韶山的韶山啊 就是那个毛腊肉的故乡吧 对吧 008年到2019年接待人次表 你看看啊 2008年的时候是360人次 到了2009年就500人 500万啊 500万 然后到2010年就是700万 到2011年800万 2012年845万 2013年超过1000万 然后2014年1314万 然后到了2015年的是1682万 2016年是1879万 到了17年呢 就是2000万了 然后2018年的时候是2300万以上啊 然后到2019年是2500万以上 那总共合计的人次是多少呢 是啊 1亿多人啊 1.6个亿人 亿人次啊 就是绍山 你可以可以想见 这个这个这个文革的基础有多大 那去绍山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崇拜毛腊肉 朝拜毛腊肉的嘛 朝拜老毛腊肉的 你说他们知不知人格 文革呀 肯定支持文革 对不对 那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的 你看这个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啊 他统计出来的这个借阅排行榜 排在第一的啊 毛泽东选集啊 然后是什么马克森克斯选集 对吧 你看排在前面两个的都是这么垃圾的东西 那真的是可以想见啊 这个是从上到下全都是这样了 当然了这个也有人统计出来 这个啊 呃 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就是从2017年到2020年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你看他不是一驱而就的啊 他是慢慢的变这样 从2017年的时候啊 毛泽东选集还在后面啊 2018年的时候呢 啊 更好了 更好了一点 就是稍微大家离这个毛拉肉远了一点 到了2019年 你看突然突飞猛进 到了2020年 就是就是这两个都排到前一二位去了啊 这个简直实在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 太恐怖了 这个这个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啊 从这些这个所谓的高材生啊 清华北大啊 都都都这样啊 简直是太恐怖了 啊 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去应对呢 就是这个文革的氛围啊 就是从上到下啊 这个席包子很想发 然后呢 这个普通老百姓呢 在他们的这个忽悠下面呢 很有可能也也会欢迎这个文革 那怎么办呢 普通人怎么去应对啊 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用脚投票了 但是现在用脚投票也被限制住了啊 就是现在想出来真的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啊 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个一个说法 说什么呢 说现在网友A和网友B有不同的选择啊 第一种选择呢 就是躺平 就等于慢性自杀 就等于等死 然后是安乐死 然后网友B呢 他是不躺平 那就是累死 猝死 忙死 就是韭菜 怎么说呢 这个说法呢 虽然带着一丝苦笑 但是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 那到底是躺平还是不躺平呢 躺平安乐死似乎更怎么样了 更好一点吧 这比猝死啊 比当韭菜还好一点 当然也有朋友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啊 说什么 躺平是年轻人思想的崛起 你们从佛习内转到现在躺平 只能说明年轻人思想越来越开明 年轻人有思想懂觉悟了 这意味着中国年轻人新时代思想的崛起 跟国际能接轨了 躺平的意思是不想做拼命赚钱的机器 知觉做金钱的努力 主动低欲望的生活的一种生活状态 他还放到一些什么的正能量在上面去 但是怎么说呢 我这躺平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我这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不是说希望大家说 要么是安乐死 要么是猝死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选择 我的想法 或者说我的理解 或者说我给大家提的建议 就是说你如果暂时不能够出去的话 你还真的不如选择不要折腾 就是选择躺平的这种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如果说你有孩子的 当然尽量的一定要带孩子走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说你是呃 就是一个年轻人啊 独自一个人或者什么样的 我觉得通过这种躺平的方式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因为现在中共这种管控也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啊 就是你不想当他韭菜 但是你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躺平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啊 对中共进行抗议 第一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用用脚头不要了 但是如果说你暂时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那就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方式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印度的甘地用这种方式呢 呃很成功 那么对中共呢 我觉得也只有用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可能是对一个呢 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保护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共最大的打击 你看看前一段时间啊 中共担心韭菜们不消费了嘛 对不对啊 就是鼓励啊 这个在国内消费就是爱国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宣传啊 如此说 当然他们最后也害怕这个奴隶韭菜们带着这个外汇到海外去消费 当然这条路呢 也被他们堵死了嘛 所以中共很很喜欢现在这种状态啊 就是这种疫情的状态啊 一方面他们还可以赚外汇 一方面呢 呃他可以让奴隶韭菜就只待在国内啊 消费啊 对吧 所以呢 你就是安心的当他的奴隶啊 然后拿着人民币呢 在国内消费就可以了啊 对吧 也就相当说这个呃 安心的当奴隶韭菜啊 受他们压榨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躺平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也是对付中共的恐怕啊 没有选择的一个 我觉得不是说没有选择选择 而是说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种方法啊 就是我们把它当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对吧 好 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 但是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用脚投票了啊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就相当说如果近期能够有方法的啊 尽快的规划 如果没有方法的就采取非暴力迫生运动 如此同时呢 极具力量 然后呢 早日脱离这个轮陷区 好 今天的话题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按大人拍摄 完全感谢您的拍摄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